事发时,随着爆炸声响彻天际,马杜罗惊恐的四处张望,游行士兵也随即四散奔逃,溃不成军。 不过,袭击最终被挫败,马杜罗毫发未损,但有七名士兵受伤。8月11日,马杜罗在电视讲话中表示,他愿意让美国联邦调查局、FBI协助调查遇刺案,美国主动请英聚BBC。 长期以来,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,在马杜罗于5月大选中获得连任后,美国抨击委内瑞拉制限大会投票不够民主。 同时,美国还加强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,包括冻结马杜罗在美国境内的资产。 然而,遇刺案发生后,马杜罗却表达了与美方合作的意愿,媒体纷纷表示出人意料。 不过,根据委内瑞拉的说法,橄榄枝是美国先递出的。 在遇刺案发生一周后,8月12日,委内瑞拉政府表示,目前已查明有23人涉嫌参与此次犯罪活动,其中10人被捕,13人被下发逮捕令。 马杜罗认为相关人员逃往美国、秘鲁和哥伦比亚。 马杜罗指责阴谋策划者,包括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恐怖主义据点。 这些据点是委内瑞拉移民聚居区,由一个名为奥斯曼·德尔加多·塔伯斯基的人领导,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·博尔顿。 吴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美方没有参与袭击,同时,委内瑞拉外交部长称,美国驻厄瓜多尔代办,也表达了愿意协助调查的意愿。 在双方却热过眼神后,传说中的FBI可能又要出动去开展国际业务了。 FBI国际业务广泛FBI在国外的工作,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1940年以后,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美国的参战,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命令FBI负责整个西半球的情报工作。 这一工作的初衷是寻找从南美洲潜入美国的纳粹间谍。 从那时起,FBI就意识到,想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,就必须与其他国家的相关部门进行协调与合作。 于是,FBI随后在全球75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,工作覆盖200多个国家、地区和岛屿。 这些办事处通过与所在国签署协议而建立,位于所在国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内。 根据FBI官网信息,其在国外的工作中心之一是国际培训,即为外国执法人员提供基本和高级的调查技能,以协助其收集证据。 为此,FBI在布达佩斯、曼谷、萨尔瓦多等地,设立了国际学院,同时还在美国本土设有FBI国家学院,以招收国际生。 其中,后者的前身是一所成立于1935年的警察培训学校。 20世纪30年代,中国、加拿大和英国等国曾派出代表参加过该校的培训。 FBI在海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协助其他国家的案件调查。 据《纽约时报》,在2015年的巴黎恐袭中,FBI派出了具有特殊专长的特工,帮助把国警方从电子设备中恢复有关袭击者的数据信息,并将有关美国安全利益的信息提供给美国政府。 2010年,FBI在乌干达开展了类似的行动,一大批特工被派往非洲调查恐怖袭击,并帮助查明潜在的先犯。 根据公开报道,FBI协助海外政府的大部分行动都与反恐有关。 这一定位是在91恐袭事件后被逐渐确定的。 二战结束以后,美国中央情报局、CIA接管了大部分的海外情报工作。 但91恐袭事件后,FBI将工作重心,从调查国内犯罪,转移到反恐情报收集上来。 根据FBI的反恐计划报告,FBI趁反恐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了该组织,它扩展了FBI搜集情报的能力,使其业务实践和现代化技术相结合,并加强了与合作伙伴的关系。 在委内瑞拉总统遇刺案发生后,马杜罗趁袭击者涉恐,如此来看,介入美国调查也算是在FBI的日常业务范围内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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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